大家好,又來到H&N的時間 今天看到只有我一個Edison 其實就很明顯大家知道來到這一節的歌劇渣男系列 今天我要說的是一套相當相當有名的歌劇 沒錯,那一套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劇 Kamu 而我說的渣男就是Kamu裡面的男主角Don Jose Don Jose衰些什麼? 他第一件事就是欠一個定力 大家都知道他本身就是有一個青梅竹馬兩小無妻的未婚妻 Micaella 一開始就跟他有一個很甜蜜的Direct 但是我們也知道很快 他就受到Kamu吸引著 很快地把Micaella忘記了一干二整 甚至Micaella走到第三幕出來的時候 求你回來,不要再跟這班人了 他都會拒絕他的 很明顯他基本上已經被Kamu搞到神魂顛倒 不能自拔 我可以想像到如果他做了你的伴侶 他只要看見另一個漂亮一點 舒服一點 身材更加厲害一點 很容易被人勾了 所以一定是一個渣男 第二樣渣男特質就是他欠一個紅風 怎樣欠紅風? 其實我們整套歌劇裡面 都不太看到這個 當Jose是甚麼英雄人物 他基本上一頭到尾 當只Kamu出現之後 他一直都被人牽著鼻子走 基本上你不會像其他歌劇一樣 那些男主角很威武、英雄救美、機智那些 沒有的完全 基本上就是一直被他拉著 由一個軍官 慢慢變成一個走私犯 最後還成為一個殺人犯 看著他一直墮落 尤其是另一方面 就有另一個男角 Escamillo 他很明顯就是一個 充滿男性魅力 男性魅力 的一個人物 他一個鬥牛勇士 一出來唱那首歌 大家都敬仰他 大家都嘩 歡呼喝彩 很明顯一個這麼強烈的對比之下 更加突顯到 這個當浩西 是一個怎樣沒有男性魅力的一個人 第三項渣男特質就是他殺了人 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歌劇中 他最後因為求愛不遂 談不成數 就堆壞了Carmen 其實已經算好了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他原著 他不單止殺了一個人 他一開始 其實就說在家鄉裡面 因為一次決鬥裡面 已經殺了一個人 所以才要逃離去到西維爾 西維爾那裡 又是因為了Carmen 而殺了一個軍官 跟著 也因為Carmen 殺了Carmen 他本身的老公 是Carmen本身有老公 在原著裡面 當然最後 就是他殺了Carmen 所以其實 是一個直犯 一共殺了四個人 殺了四個人 比例你 你怕不怕他 其實是一個極度危險的 殺人狂 死血成性 所以 怎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先生 所以 大家一定要 不單止渣男 我覺得是一個危險人物 說了這麼久 這三個特戰 我會給他多少個渣呢 考慮到他欠男性魅力 又沒有定力 還要是一個連續的殺人犯呢 其實 他 不是你 想像中 這麼多渣狂肺 他不單止是一個 渣狂肺的渣男 而且是一個很恐怖的渣男 所以 我會給他四個渣 今天 歌劇渣男 系列 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 想 我說些什麼渣男 記得 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看看 我就會盡快 再跟大家 說一新一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